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60岁就能高达50% 70岁左右几乎是百分之百的人有颈椎的毛病 颈椎病真的是这么可怕吗 颈椎病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 颈椎病指的是颈椎 发生了一些病变 由于这些病变压迫了颈椎周围的 或者是里边的脊髓 外边的神经 血管引起来的一系列的症状 这就叫颈椎病 我们之前也看过颈椎的解剖图 颈椎这个部位因为它的生理构成 也特别容易产生一些疾患 特别是现在一些年轻人 还没到30岁20出头 颈部的问题特别多 在医学上来说是怎么划分颈部发生的病变呢 如果已经确诊的是颈椎病 那么在西医方面呢 它的分型分了好多种类型 根据它这个具体病变的部位 和它压迫的是神经啊 血管啊还是脊髓啊 这个根据这个的区别 它分为什么神经根型啊脊髓型啊 等等分了很多型 这个具体的名称的 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讲 我们要区别这种型是很困难的 这需要到医院里边呢 由医生来进行确诊 那我们中医对它是怎么认识呢 中医对于这个颈部的这些疼痛 像脊椎的一些病变 中医在治疗的时候呢分别 这个病是在筋还是在肉还是在骨 是这样来分的 是在筋在肉还是在骨 对对对 就是它引发的这个原因是吗 对所以我们对于这个今天要介绍的 关于颈部疼痛颈椎病 这样一个治疗 它既适合颈椎病 也适合呢 你还没有发展到那么严重 还没有到达颈椎病的这种程度呢 也就是说没引起骨质病变呢 有可能就是一个颈部的肌肉 老损啊僵硬啊 它就引起脖子很不舒服 这样的这个症状啊 或者说在这个病变的阶段 也可以用我们今天的方法来进行治疗 那张教授我们之前都会看到您带给我们一个全息经络图啊 对 如果是您这个身上还没有发生一些问题 通过这个呱呱沙呢 就能知道您潜在的问题 会不会这个颈椎不太好了就能看出来了 可以 刚才也说了 希望医学说叫没有发生气质性病变之前 提前发现 对对对 解决你的亚健康问题 您再给我们带来这张图 那我们呢其实可以从脸上通过望诊来看到 它的颈椎是不是有变化呀 那我们在以前我记得我们讲过 就是面部 如果要是颈尖部位 上肢部位 如果要是发生了一些个病理改变 气血呢有些淤质 在脸上会有反应的 那我们看看 主要就是这个 面部全息 对面部全息经外示意图 这是我们的上肢区 由于上肢区呢 和颈部是紧密相连的 所以当你的颈椎这个部位 经脉气血有淤质的时候 会在这个位置有明显的改变 对 也就是它的颜色会有改变 比如说有的人呢 这个部位呢 会发青 发青 会发暗 或者是呢 就干脆这个部位呢 就长出了色斑 这里有色斑的朋友也要特别注意 对 这个部位如果出现黄鹤斑的话 那就提示你 你的颈部已经开始出现了气血的淤质 那么有些人可能呢 嗯 已经出现症状了 有的人可能还没有到出现症状的时候 那我们这时候 加强颈椎的这个部位的保健 可以呢 有很好的美容的效果 如果我们把这个部位的经脉气血淤质 给它改变了疏通了 嗯 那么脸上这个部位的气色 就会相应的逐渐好转 嗯 那您说的上面有斑的这些朋友 它的斑也会逐渐消退吗 斑会逐渐的简单 不会再加深 嗯 当然了我们还要配合面部刮痧 嗯 那么这一部分朋友呢 我们要想进行面部刮痧 嗯 重点就刮这个部分 嗯 在这个位置呢 这个区域 我们涂上刮痧乳 嗯 然后用那个美容的刮痧浴板 来慢慢的刮湿 寻找在这个区域里面疼痛的点 啊 用柔刮的方法 慢慢的把它疏散开 嗯 把这些阳性反应刮的消失了 嗯 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达到一个迅速的改善面色 嗯 一个美容的效果 嗯 张教授刚才您讲的两点 一个是这个面部刮痧 要涂刮痧乳 对 身上是刮痧油 对啊 面部千万不要干刮嗯 嗯 再一个您说这个阳性反应 在刮痧的时候会有感觉 这个阳性反应是指的 就说我刮痧的时候吧 可能会觉得这点的肌肉 跟别的地方弹性不一样 嗯 它有些紧张啊 有些僵硬啊 或者就有些痛点 嗯 觉得这个部位呢 里边怎么有的地方疼呢 啊 严重的时候呢 里边还会发现 小的沙粒一样的改变 嗯 这些都是颈部病变 在脸上的反应 嗯 假如你的脸上呢 没有色斑 气色也很正常 嗯 那我用刮板刮一刮 嗯 里边出现了这样的反应 也提示你颈部的一个病变 颈肩部有问题了 对 这样的朋友呢 我们就应该尽早的来做颈部的刮痧 嗯 这样可以预防和及时的治疗颈部的病变 对 所以我们觉得您这个全息刮痧法特别好 通过这个面部刮痧之后就给我们确诊了 对 确实是这个颈肩部有问题了 对了 嗯 那我们潜在的这些有问题的朋友就要抓紧针对性的治疗 嗯 那您现在给我们讲讲怎么去针对它做一个保养和预防的工作 颈部的刮痧呢 这个嗯 一个是按照我们前几期讲过 专门讲过一个颈部的保健 嗯 我们按照颈部的保健的方法啊 嗯 我们通过这个人体模型来讲啊 嗯 颈椎部位呢 就是在这个颈部 它起的作用是连接头部 嗯 然后呢 又连接呢 人体的躯干部位的脊柱 它是中间的可以说是一个交通的一个要道 嗯 它上边连着大脑 下边连着啊 支配全身的这些个神经 整个都通过这一个部位 嗯 所以这个颈部啊 相当的重要 那我们在刮痴的时候呢 先刮它的中间啊 啊 中间我们以前讲过它是都脉 嗯 然后呢再刮两侧 嗯 两侧的膀胱经 刮的起点一定要高 嗯 从上边的这个发际里边的风腐穴 一直到下边颈部最高点大追 嗯 我们要刮过大追 嗯 这是刮痧的一个要点 嗯 就是刮痧的部位 如果告诉你什么穴位到什么穴位 那我们的刮痧板的起点 嗯 一定要高过它啊 嗯 下边一定要长过它啊 啊 刮痧的范围要大于病变的范围 如果你说嗯 我也找不到那个穴位 我也不清楚它具体的位置 对 那我们就从发际里边开始为起点 然后呢 刮过颈部 嗯 刮到肩部的上方 到这个区域就可以了 然后两边呢 就是围绕着刚才刮的那个长度 刮它的两侧的膀胱经 像一个穿字形 对 在刮板的两个脚来刮是 从天柱穴一直刮到大柱穴 这样刮下来 然后呢 我们再刮两侧 两侧的胆经 从这个风池 嗯 耳后的这个风池穴 我们一直刮是 到颈椎 这颈部 嗯 然后到肩部 到肩颈这个位置 嗯 这个颈椎的毛病 不管是颈椎病 还是颈部的疼痛 局部我们就刮这样的一个部位 就可以 两侧是一样的 对称的 都要进行刮式 然后呢 我们为了对颈椎病 能有一个很好的治疗 同时还要刮式四肢的一些穴位 嗯 比方说 上肢 啊 我们要刮式呢 就是这个 肘关节这儿 啊 外侧 肘关节的外侧 对 我们把这个胳背呢 一曲肘 嗯 在这个 曲肘以后 这个肘横纹最高的这个点 嗯 取持续 你把这手 手臂伸开 就是这个点 这个位置 嗯 要进行下刮式 还有就是 手腕上面 腕横纹上面 这个位置 外观穴 啊 还有就是呢 我们讲的 在这个 两个骨骼之间 嗯 上三分之一的位置 骨缝这个地方 这儿有个穴位 叫中柱穴 嗯 这是我们要刮式的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把这个 通过颈部的 引起颈部疼痛的这个经脉 嗯 从它的近端 颈部的位置 一直刮到它的远端 穴位呢 本身它有一个进制作用 还有一个远制作用 嗯 所以我们刮式它的远端呢 同样能够调节颈椎的局部 嗯 下肢呢 我们还要刮式一些穴位 因为这个颈部的疼痛呢 它有的时候呢 跟中间的经脉有关系 跟两侧的经脉有关系 所以我们还要刮一刮呢 两侧的经脉 形形的胆经 在这个区域里边 有个阳灵泉穴 嗯 我们还要刮一些阳灵泉穴 嗯 为什么要取这么多的穴位呢 对 因为我们讲了中医对这个 颈部疼痛的认识啊 它分你的肌肉是在筋呢 还是在骨啊 嗯 它分有这样的一个区分 嗯 还是在肉 假如你的病变时间比较长 已经在筋在骨了 嗯 或者换句话说 就是筋的病变 骨的病变引起来的 那就接近于我们现代医学的真正的颈椎病了 嗯 如果要是到这么严重的阶段 你一定别忘了刮刮下肢的阳灵泉穴 嗯 因为这个穴位呢 它和我们全身的筋有直接的关系 嗯 它专门主管全身的筋 嗯 我们现在跟大家介绍的呢 是这个颈椎的毛病 我们从经络刮沙的角度 嗯 我们应该刮什么部位 嗯 全膝刮沙呢 我们讲过 它比较简单 一个我们可以刮颈椎的局部 嗯 全膝刮沙呢 颈椎的局部我们刮起来 可能就跟经络刮沙 嗯 刮的方法部位 嗯 没有什么区别 嗯 基本上是一样的 就是刮颈部的中间啊 颈部的两侧 嗯 那么它的灵活之处在哪里呢 就是它还可以从 暴露的部位 嗯 我们平常自己很方便 就容易够到的部位 嗯 这个人的身体 不是独立存在的哈 对 每个器官和每个器官之间 都相互的呼应 是 互通的 哦 你看啊 这些部位 这都是可以对颈椎部的问题 有帮助的部位哈 对啊 嗯 这个手背上有颈椎对应的区域 嗯 我们前几期已经讲过了 就是我们的脊柱啊 脊柱 手背呢 第三掌骨 就是中指 嗯 和中指下的这个肠骨 它对应我们的脊柱 嗯 那颈椎在什么位置呢 在中指节靠近手掌这一段 也就是这一节 这一节 这一节就是我们颈椎的区域 嗯 所以我们呢 待会儿啊 我们可以刮一刮嗯 刮一刮 就从手上就可以检查出来 你的颈椎的健康状况 哦 从这还能检查自己的 对 还可以检查 如果你还没有颈部疼痛的症状 嗯 但是我刮这儿 已经出现阳性反应了 嗯 那其实说明这里边已经开始有变变了 嗯 因为它还没有压迫到神经啊 所以你没有疼痛的感觉 嗯 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超前的诊断 进行早期的治疗嗯 我们还可以通过头部 嗯 人体的后头部 正中线 嗯 在枕骨的上方 这一段 它也是跟我们的脊椎相对应的 嗯 上端这个区域就对应颈椎 嗯 这一段就颈椎的部位 对 它的起点呢 是百会穴 嗯 我们可以拿刮沙板 从百会穴的上边向下刮式 刮它的 这一段的上三分之一的区域 嗯 就可以检查一下我们颈椎的健康状况 嗯 还有一个我们看这个图哈 这是我们的耳朵 以前我们没有讲过 对 其实耳朵呢 也是有人们脊椎的对应区 嗯 也就是这个耳窝的外边这一圈 嗯 就是我们的脊柱 你看这是上肢 这是下肢 嗯 我们的脊椎的下部不就是连着腿吗 嗯 所以耳朵是一个倒立的人形 嗯 这是我们的头部 啊 这是我们的头部 耳垂是代表人的头部 耳垂代表 正中代表我们的眼睛 嗯 然后我们看颈椎在哪呢 在这一部分 嗯 如果呢你要是 对而阔这个位置 哎 对对对 这个位置吧 就自己看不见了 谁也看不见自己的耳朵 对 啊 如果是有家里人的话 你可以让家里人帮你看一看呢 嗯 那么正常的情况下 这个部位应该是很光滑很平顺的 嗯 一般颈椎有毛病的人 嗯 这个部位就发生改变了 这个我们自己能摸到吗 我们自己可以摸到 嗯 你摸一摸你这个地方 如果摸起来 这个位置呢 不是特别的平顺 嗯 啊 不是那么光滑 嗯 那就说明了颈椎这个部位 已经出现了相应的改变 嗯 那如果要是别人的话 那眼睛一看 那边的那个部位 有一些小小的凸起了 嗯 那这个颈椎的骨质已经开始有变化了 嗯 这是一个诊断的方法 嗯 那没事的时候啊 我们拿手呢 嗯 这样捏揉耳朵的这个区域 嗯 也可以对颈椎 有一个很好的保健的效果 同时也可以通这来观察 诊断您的颈部有没有问题 对 经常捏一捏又是一个保健 是的 又是一个治疗 对 嗯 我们的这个脚 嗯 双脚的内侧 内侧 跟我们的脊椎相对应 哦 为什么我们说内侧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个脚啊 两只脚合起来 嗯 是一个人 如果两只脚合起来是一个人呢 脊柱不是就在中间吗 颈椎 在脚上 它反映的区域 是在这个位置 哦 内侧 内侧 两只脚嘛 嗯 这是中间嘛 嗯 中间这点是脊椎的区域 这个大脚趾 这个大脚趾对应我们的大脑 大脑 大脑的后边就是颈椎 哦 后边这个位置 对 这就是颈椎 所以我们人体结构是很像的 对 那么你晚上啊 洗完脚以后 嗯 你可以拿刮痧板 刮一刮这个区域 哦 专门刮这个位置 对 我们刮一刮这个区域 嗯 刮的速度慢一点 嗯 还可以涂上点刮痧油 嗯 我可以检查检查 假如这个区域疼痛 嗯 或者是里边也那么不顺畅 嗯 有一些节节呀 沙粒呀 它都表示你的颈椎起了变化 那现在听完节目之后 我感觉电视机前有压健康状态的朋友 或者甚至没有发生颈椎病的朋友 更应该听听您的这个刮痧 对我们可以预防颈椎病的发生 这样让我们的这个疾病发生在没有出现之前 对啊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询问我们张教授 也可以打电话到我们养生栏目组 咱们明天再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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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